是 北京 今年44歲 從95年畢近 他從一直在鄉州 應該說確實有一個鄉州的本路公務員 这样一个普通的纪检干部 却在2014年6月10号 发生在湖北前江浩口镇的 劫持人质事件中 展现出了极度不平凡的一面 他可能是一个转子 现在想看你后发 梅花魂 梅花魂 故乡的梅花又开了 那朵朵冷眼 鱼又风的梅花 总让我想起 你飙泊他乡 葬身异国的外祖母 我出生在东南亚的新岛 从我外国的新岛 从我外国的新岛 很小的时候 外祖父常常抱着我 坐在银环中的飙影上 一遍又一遍地叫我 独套四首词 每当独套独带一笑唯一刻 被奉价结辈死心 我来 我来 干什么 都穿着老虎 老虎 闭嘴 闭嘴 我来不走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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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干什么 你 闭嘴 王队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闭嘴 你冷静点 他还是个孩子 对你没有什么用处 我和你换 王队 用我 Danielle 闭嘴 王队 闭嘴 你冷静点 闭嘴 闭嘴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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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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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军 集合所有警力 是 聊聊 别怕 有老师呢 往往退 大海啊 黄小强 我现在在镇上的小学 我让你来马上不来见我 要不来见我 这帮学生和老师 就一个头别咬我 什么混蛋 你干什么你 我马上不来 马上 静静 别害怕啊 这事呢 尖尖点 我妈陪着你呢 老婆 你赶紧来一趟医院吧 静静生病了 急性蓝伟严 写着半天作业的 腰都治不起来了 现在在手术室呢 在哪个医院呢 是医院 是医院 你赶紧来啊 快帮忙救火呀 救火呀 这宝贝人 小小伯 过来赶紧过来帮个忙了呀 快点 哇 住手 你怎么会这样 是我们村啊 谁也不愿意帮忙了 快点 快点 一会把你们房的都烧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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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江湖 江湖 江湖 你怎么才来呀 静静手术都半天了 临时碰他事 爸 伦彦 你怎么样了 爸 我没事 你看你这大花脸 赶紧洗个脸去吧 爸洗个脸去吧 亲亲 再睡会儿啊 妈和你爸都陪着你呢 老婆 我今儿就问你一句话 你到底什么时候 调回室里了 坐 坐 坐 老婆 这暂时还回不来 你听我跟你说 现在正是干部调整期 那个好多岗位 干部人员还没有到位呢 这人手不够 你说我现在走 那不合适 怎么每次一说这话 你老是缺人手 老是缺人手 就差你一个人呀 那家里人手就够吗 静静这次生病 要不是说人家邻居帮着我 我一个人我都抬不动他 自从调到镇上 你一年你能回去几回 什么都指望不上 老婆 这些年让你娘俩受委屈了 但是呢 你想想 领导对咱们的信任 你说咱既然来了 就干点实事吧 别让人骂咱走过程来了 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来 谢谢啊 擦擦你这脸的叫什么呀 弄得蹭得黑切切 还来 这刚才出来的时候 碰上你们家着火了 去 我就随意来晚了 哪儿都有你的事 快下 them 体力 姐夫 你这一大早 怎么在这儿啊 我这不是要 给一个孩子 做家访吗 周末都不休息 你这学校也太狠了吧 还说我呢 你不也一样 姐夫 你才应该 多去看看我姐呢 她一个人拉扯着静静 可不容易 对对 那必须的 那这样 等大壮回来以后 咱们一起吃个饭 昨天你姐还打电话 说想你了 好 电话 好 电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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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寻还 十年了 嫌我吧 别说了 我都饿死了 你赶紧给我炖个鸡吃吧 你都不知道 这十年大劳给我做的 我吃人的心子都有了 奶奶 我回来了 亮亮回来了 走 奶奶给你炖鸡吃 等会儿 奶奶 哪儿捡那野孩子 大海 她不是野孩子 这是我孙子 孙 孙子 我咋不知道我还有个儿子呢 你这么多年不是没在家吗 有功夫 妈咋跟你说 大海 别 现在就说清楚 小兔崽子 我不管你从哪来的 赶紧给我滚 听见没有 大海 干嘛 大海 你回来了 你看看 怎么回来就跟你娘炒的 你这孩子真是的 你知道你娘一个人在家多不容易 大海 在里边吃苦了吧 大爷家今儿炖了只鸡 走 上我那儿吃饭去 别多过闲事 你说你这孩子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 老嫂子 我可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 是吧 你还知道你看着我长大的 那你不帮着我就帮着那小兔崽子 大海 你刚回来 你还没在里待够 你还想回去 别跟我说这些 我不管 这是我家 赶紧让那小兔崽子滚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叫胡大海 是我们村啊 有了名的刺头 他父亲死得早 他娘那也管不了 这大小啊 就跟一帮痞子混在一块儿 整天吃喝玩乐 你别说这小子手还挺巧 自己还做了把土枪 有一回啊 跟林村打架 我带着派所去把他抓了 回来拘留几天 这家伙给我记上仇了 姓张的 你给老子滚出来 干什么 干什么 这差点没要了我的命 你俩还有这个故事呢 主任啊 刚看那劲儿 你俩这截还没解开呢 冤家一截不一截 这事儿啊 你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处理吧 重点人物得重点关注 原则是不能放纵 也不能放弃 行了 到吃饭点了 走吧 到我家去吧 让你嫂子串俩菜 咱哥俩喝点 今天不行了 我还得到别的村 还有点事 行了 王书记 你这天天往村里跑 像你这样的干部 我真佩服 你看 在我们村 你别我好使 都服你 行了吧你 别给我带狗猫了 我走了 好 行 打电话 好嘞好嘞 麻烦 不要了 那要吃 来 开不 不开 还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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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你 universo 双 有 好了 可 洗手 了 我 mindfulness 我 要 疯 不是瞧不起你 你借的太多了 我明天就把这个钱还上你 啥 什么玩意 天天在一刻玩一次 赵主任 这沟也该清理清理了 主任 那个导宏馆那会不会堵 不会 刚清理过的 刚清理完 你去看了吗 这不用看 主任 那这样子 咱俩分头行动 你到厂里的阀门那去再看看 我到那边前面 打红管再溜达溜达 好吧 行 你可注意安全 好嘞 你也慢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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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欠你的钱明天一早一定给你 这些啊 今天晚上让兄弟留着翻本 你们这是干嘛来了 你们家这什么玩意没有啊 你别拿了 我去找你们家大海去啊 我去护着你了 别拿 胡太太 胡太太 来 喝个水 别哭了 这早晚有一天 都得把这个家给摆光了 他就得把这个家里给赶出家门去 还要 有一天我走了 他就得把这个铁铁铁给赶出家门去 举手 不可 padre 狼狼 你很孔若 你都会这样子 把你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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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带你 我们家大海的爸走得早 这孩子入苦正气 我呢 一个孤老婆子 还是让这孩子跟了我吧 万一哪天 我要是摔个跟头 我跟家 还有这么一个孩子 能出去找乡亲们 连连 连连 慢点吃 慢点吃 这有什么办法啊 不成功 我得立个遗嘱 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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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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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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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房产有你和亮亮一人一半 你没全年俩走 不可能 我妈凭啥把房子分给那小兔崽子一半 给你 让你拿去赌 我不管 这是我的房子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告诉你姓赵的 你赶紧把房子在那儿给我 要不然我天天去村里闹 行行行 你闹闹 我告诉你 你少晚上的顿大鱼 走 亮亮 我告诉你 我进去你也没想好过 这胡大海可是大难题 你说他一心就想把老太太 留给亮亮那个房产把站上 这孩子太可怜了 你跟胡奶奶 还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呢 这胡大海就来了 胡奶奶一死 这个胡大海 对这亮亮又打又骂的 你给我住手 你干什么你 追我干嘛 孩子 起来 他还是个孩子 有你这么打的吗 小兔崽子 助我的吃我的 我想骂就骂 想打就打 呸 亮亮 跟爷爷回家 老东西 你别动我闲事啊 行 好 你胡胡她是吧 我连你一块儿打我 小兔崽子 这个亮亮到底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再跟我说一下 这个亮亮呢 是咱们村的一个留守儿童 一直呢跟着他娘过 他爹在城里打工 一次工伤事故死了 他爹这一死啊 给他们娘俩留下了一笔赔偿款 也算给娘俩一条活路嘛 可是谁成想呢 他娘就这么心狠 带着钱跑了 李老头 开门 姓李大鼓 开门 行啊 李老头 你不开门是吧 正好 正好 跟娘俩一声 啊 你真能力啊 你真能力 你真能力 你止不了你啊 你不给我开门 你不给我开门 kort 你不给我开门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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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哦 王翠也在啊 胡大海又犯犯了 无缘无故抓住还在这个打呀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把亮亮的接我们家去了 结果胡大海来了 把我们家闹了个天翻地覆 抓着一只鸡 回去就给宰了 你说说 这不明抢吗这不是 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你别着急啊 你先消了气 这事有村里解决 行吧 可我还有一句话 你看啊 胡大海把胡奶奶气死以后 亮亮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她总是打骂孩子 还有咱们村 不是给亮亮发那个补助款吗 你把钱发给亮亮 胡大海都拿去堵了 你看看你看看 行 咱们到胡大海家去看看 看看 坐坐坐 麻烦 这不大主任吗 被什么分带着我这儿来了 平日里我找你都找不着 就是自个儿松上门了 你别阴安怪事的 你态度好点啊 这是咱们镇里的王淑女 书记 书记咋了 我又没犯罪 行啊小子 手脚够利索的啊 这就顿上了 你家养鸡了吗 没养不能买啊 都知道了 你在李大海家抢的 你个李老头 你还学会告状了你 有本事来来来 你上这儿说来来 我懒得搭理你 你也就当个缩头乌龟你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废话了 赶紧把鸡陪人家 赔不了 我都顿上了 你顿上去还钱哪 没钱 我说主任哪 你说这李老头也怪热心产是哪 他不是愿意管那个小兔崽子吗 都接家里吃饭去了 也顺带手管管我 凭什么呀 他不说了吗 我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又没让他给我做饭吃 我上他家拿吃鸡 我自己炖怎么了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你这不胡搅瞒什么 你那这强子 对 咱来不是来吵架的 就是 王书记是吧 书记你好 书记就是书记 不跟别人是这个 竟他妈拿眼眶的看人呢 你瞪什么瞪 既然你今天来了 趁着王书记也在的 咱们就说道说道 押着我的房本不给我 还他妈有没有天理啊 那个房本是你娘 让村委会保管的 有遗嘱啊 我娘死了 那房子就应该是我的 凭什么是你的 我告诉你啊 你就这态度是不是 那行 那咱就没得说了 本来想过来跟你商量商量 我就直接告诉你 亮亮的补助款啊 你也别领了 凭啥 那他们是老子的钱 凭啥不让我拿 我再告诉你一遍 那是亮亮的生活补助款 跟你没关系 你凭什么拿 你凭什么赶着你走 那合着这个小兔崽子 就吃我的住我的 还想一分钱不出啊 吃的是村委会给的补助 住的是你娘给练了刘的房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跟这么点人走啊你 你们都欺负我 我算看出来了 我明天就去炸了村委会 我炸了真正府 都是成年人 说话要负责任 以前咱俩不熟 现在就算认识了 你的情况 我多少也了解了 以后你有什么事 可以直接来找我 看看 这叫有当干部的样 老师姐 一会儿别走啊 留家里吃鸡 刚炖上新鲜的呢 丑什么丑 没你的份儿 你呸 吃鸡吧 胡大海 李大爷的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抢的鸡 还让这个吃 让那个吃 谁吃它的 你看没有 它要怎么着 要炸村委会 炸真正府 我看它是吃了 雄心豹子胆了 它呀 早晚还得进去 不是我说你 你是太沉不住气了 它生气 你也跟着生气 你的情绪老被它带着走 一会儿说那个偷鸡的事 一会儿说房产证 一会儿说赔偿款 三件事都说了一半 就开吵 是 你说它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你明知道它胡搅蛮缠 你跟它缠 你一缠你不上当了吗 它就希望你跟它缠 对吧 最后三件事一样也没说清 一样也没解决 它把你气得够呛 这个玩儿啊 就是个混蛋 对 它就是个混蛋 它就是你的村民吧 它出了事你管不管 你担不担责任 换过来说 这种混蛋咱都收拾不了 要咱干不干啥 主任 你要不介意 过两天我找他单独谈谈 你觉得行吗 行啊 那当然好了 那行 又那么定了 对了 这一百块钱 你给李大爷吧 几钱 这不合适啊 拿着吧 我走了 行 那不送了啊 胡大海 我告诉你 我跟谁好啊 都不跟你好 我喜欢 didnt加 ексopus 你别太不唱了 唱什么唱啊 就你们好 特别老子一个人是不是 是不是 müsst Peng放伤 让开 让开 刘大伙儿啊 保 mama这个 dependant的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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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败子 听吵子 把房板给我 我要结婚 结婚 怎么着 我不能结婚哪 不是胡大海啊 你别在这儿胡闹 现在这儿办公呢 今天我必须拿到房板 要不然我一把火 把这村委会我给点了 胡大海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房产的事 你娘 我再跟你说一遍 用遗嘱 能受法律保护的 白点儿肥子气 心情绪 别再闹没用 今天你他妈不给老子房本 老子弄死你 来来来 我得结婚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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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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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不许 你们拿着老子的房产证 不给你妈有理啊 行 你们他妈仗人多了 对啊 姓赵的 你不相信 你就没有落单的时候 张经理 麻烦你个事呗 在你们养殖场给我安排个人 谢了啊 管着啊 不要 等会儿 要 张经理 谁呀 大白天子聚众赌卓 不知道是违法啊 不不不 没得我 我们这玩儿斗地主 斗地主呢 那要叫拍所的人过来给你扑扑法 别忘了 我明白 我们走 走 真他妈怂 想起而参与你的 朱大海 年纪轻轻的 你就打算这么混下去啊 王向前 你少上老子家来教育老子 你心不意老子 你妈 你给谁当老子呢 拿手指人是最不理道的 知道吗 从年龄上 你得叫我生叔 从社会关系 你得叫我王书记 明白吗 明白吗 王书记 明白 王书记 明白 放开 放开 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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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说 出来了 啥事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 坐过牢没什么可自卑的 也没什么可嚣张的 过去的让它过去 重要的是现在 你现在打算就这么混吃等死吗 你又不是看不见 村里有人带着我吗 没打算出去找工作呀 我找工作 有人给我工作吗 要不你给我找一个 我给你找一个 把你脸大的 你这样 那个下周一 到龙虾养殖场去上班去 去了以后听人指挥 叫干啥干啥别挑 你给我找好了 你不想干呀 我想 想 想干呀 王书记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书记就是书记 我去了肯定好好干 你放心 我胡大海说话算话 以后你有什么事 招呼我胡大海 一捕中辞 你说话能算数吗 算数 我可信你啊 信信信信信 从今以后啊 不许在这儿聚众赌博了 行 不赌了 别再找赵准麻烦了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行了 见一下周一啊 我走了 慢走啊 有工作了 有人啊你 王书记 你可真行 跟我说说 怎么把他制服呢 哪有那么复杂呀 一事你不能躲 越躲越麻烦 躲能躲得过去吗 这不是躲 我跟你说啊 我一看见他呀 那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光生气能解决问题吗 真是的 他给你找事 你不能给他找个事啊 就他那种人 谁敢用啊 我跟龙霞基地的张经理 已经打过招呼了 下周一就能上班去 那王书记真行 那不是我行 是你嫌怕麻烦 这就是麻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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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啊 今天啊 上好港 不许偷懒 上班呢 怎么睡觉啊 打个盹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班了 我来干嘛 七班 这还两个小时 开到交班呢 哎呀我提前来一会儿 你行吧 你走吧 合适 合适吗 啥合适不合适 走走走走 那你辛苦辛苦 你走吧走吧 我先走 好 在这也睡觉 你点不认真不负责 走 张经理 对没别的事 我先想问一下 那个胡大海最近表现怎么样 挺好 挺认真的 还挺积极的 好好好 那就好 那就好 这年轻人啊 有时候缺乏耐性 一时做得好 不一定能长期坚持下来 你还得多费心 多鼓励 另外啊 还有格外注意点是啥呢 别让他和那些 优势好闲的人在一起 都给他安排点工作 让他别闲着 忙起来对他是有好处的 那行 这事你还多费心了啊 拜托拜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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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不是能跑吗 不不 我不跑 我不跑 我是实在拿不出钱啊 要不你再还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我都还你一个月了 我是实在拿不出钱啊 房子 你不是卖房子 房子 不是我不卖房子 房本没在我手里 房本没的吧 好 你看 多了呢 耳朵 耳朵是用来听话 是是是 我听话我听话 想叫耳朵就还钱 我还 我还我还我还 有钱我就还 你再还我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不还钱 你这样耳朵 就不用再听话了 好 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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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我看电话 我看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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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可能是习惯了 习惯了 习惯了 星期三段星期五回 像老婆说的 这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单身 好吗 11月12年吧 我能不管改建这条路 不能就是拆迁的困难 行吧好 做工作 就是托别人 是跟张叔叔做工作 也不好做 不好做 我们改造完了之后呢 好多在外地回来的 打工的好个人回来之后 就感觉大变痒 感觉是 一顺书想想的嘛 就说也比较夸张 其实有时候真的像 培育树苗一样 这个树栽下去 把它慢慢地抚养 把它慢慢地摘一皮 慢慢地 会长成参见大树的一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